你听到个树木的呼吸吗 每一片树林 每一根竹子 每一朵花 在枯容之间绽放着独一无二的美 在抚养一个小小的村庄中 有这样一位匠人 一双巧手为这些 本该失去活力的根鱼木 赋予新的生命力 这就是根雕 一种画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师父说 根雕讲究的是 三分创业 七分天然 在不改变他的天然形态下 仔细修饰 才能得到一份浑然天成的作品 翻个身 出道翻个身 就是这个好行 要这里圆着脑 这里就木了 这里就木了 这样的 门阵子要跟木 这样木 就这样木 过来的地方 车的地方好白 我等一下 冷冻站好了 一次的湿进去就可以了 你这里有点让我把驴放下来 我把它放下来 我把驴放下来 你把它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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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驴放上去 再放下来 拿不出锅子 这些就好了 我把驴放下来 这是最形成的 去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楼里面好棒看 对 这里白一点 有点润了 干了也不会很黑吗 有点润了 有这地方白红的 有地方润了 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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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富阳 我才知道 这里的山水很美 感受匠人的用心 我才发现 原来一只枯木 也能焕发新春 也许 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 就在每一棵树 每一朵花 还有每一缕阳光